其实我很早就不练内加拳了 但是我的功夫却不停的在增长进步 为什么 上期我们说过了外加拳发展非常好 而内加拳长期发展不好 为什么 我们先从一个老前辈赵道新先生的疑惑入手 先赞后看好习惯 记得关注我们 赵道新先生的实战水平相当的高 他曾经拿过1929年的杭州国术游艺会 优等第13名的成绩 这场武术大会被认为武术界的千古一决 他能拿到第13名的成绩 证明他的实战水平在民国是顶尖的 他的师父有两位 一位是行义拳和八卦掌宗师张战魁 张战魁是李存毅的师兄弟和霸兄弟大师 另一位是大成拳的创始人王湘斋 这个人对于传统武术的思考也是非常的深入 他的权论我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 就能明白我们的内加拳 从1929年到现在 100年过去了一点都没有变过 他跟了那么多著名的老师学习 老觉得这些拳法行义八卦太极都有点问题 于是要创编自己的武术功夫 叫新会长 在这个过程中 他明确的在采访中提出 对于下肢的爆发力训练很有担忧 至今未解 为什么 我们从大师的疑惑切入到内加拳的缺点 第一 我先告诉大家结论 内加拳实际上就是一种协调 很容易速成 第二 一部分人是不让你速成 因为你速成了就跟他没钱赚 历史上那么多师徒反目成仇的 例如韩木霞和张战魁 包括李洛能学会了代加拳成为了行义拳 杨世太极拳的杨入禅 学会了陈世拳成为了杨世拳 第三 就是告诉你速成的方法 例如我们的现在告诉大家 横元和立元掌握住了 你的内加拳就掌握住了 但是一样你只是会了 就如同你会了跑步 但是你跟奥运冠军差的还是很远 其实我很早就不练内加拳了 但是我的功夫却不停的在增长进步 为什么 我们先来聊一下内加拳的核心是什么 行义八卦说 你掌握住了宁果钻翻这个禁 你就掌握了内加拳的核心 太极拳说你掌握了蝉丝禁就是核心 所以在我摸索到内加拳核心之前 跟大家一样都是在盲人摸象 认为这个东西很难 但是练出来之后回头看看 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一旦你学会了 就像你学会了骑自行车 哪怕你30年不骑 你骑上自行车依然会骑 游泳也一样 哪怕你10年不游泳 你跳到水里依然会游泳 因此为了阐述这个内加拳的核心 到底是什么 如何一步步练出来 我写了我们的第二本书 叫做内加拳几何学 讲清楚人要在前后左右上下 三个轴上都练出力量来 就如何从三角形圆柱体 一步步的过渡到横圆立圆 包括我们练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内加拳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例如它好的地方是 我们写的内进变革 不 它可以弥补现代搏击的五个薄弱环节 例如两拳之间的时间差 距离切入的问题 角度的问题 打击力度的问题和胜率的问题 而内加拳差的地方是 不刚是内加拳差 任何武术流派 在我们第一个视频就说过 都有一些问题 内加拳差的地方 第一个你会跑步 什么叫会跑步了 那内加拳你告诉我 什么叫学会内加拳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问拳击爱好者 他会说我掌握了直钩板 掌握了步法 躲闪 我就会拳击了 你问泰拳选手 那我会了拳法腿法 我会了肘膝手相扑 我就会泰拳了 你问柔术拳手 我拿到蓝带 我掌握住这几个技术 我就可以说会了 但是虽然我可能不是特别的精通 如果说你学会套路就会内加拳了 肯定90%的人是不认可的 不过你说你掌握住劲了 那你这个劲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怎么证明你掌握住这个劲了 有没有标准 我们写的第二本书 内加拳几何学 就是为了建立这个标准 你得具备横圆和力圆 才是真正的具备了这种劲 那么掌握住这种劲之后 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提高 你如果问拳肩爱好者 柔术爱好者 泰拳爱好者 他们回答都是很相似 当我们会了之后 我们就无非就是提高 我们的速度反应力量 多打实战 提高体能就好了 因此我也是练出来内加拳的劲之后 发现和赵道新先生一样的问题 就是传统武术的训练效率太低了 因此打那 我掌握住这种劲之后 就跟我学会骑自行车一样 这个劲就印到身上去了 我们就不需要天天那么低效率的训练了 站装站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的 我就大量的进行体能实战 对抗 拳击摔跤 MM 甚至柔术的一些训练 不停的提高个人身体素质 你个人越强 你打出来的功夫肯定就是越厉害 宗教的代表是 仿佛你超过老师超过前辈就是一种罪恶 第一 他们不想你练出来 所以很多东西不教 第二部分 他们哪怕是会 他们也不会教 第三 甚至错误 教你些错误的东西 导致学生一代不如一代 学生永远超不过老师 你看哪一个行业学生超不过老师 所以他只有像如同邪教一样 保持你对教主的绝对崇拜 你永远战胜不了老师 永远战胜不了前辈 才能保证他们的一个既得利益 所以武术现在发展的其实很畸形 而且特别是对于民间来说 哪怕是像我们那么努力的去传播武术 我们做的对 我们写了书拍了视频 生怕别人不会 他们也必须说我们的研究是错的 为什么呢 第一 很多人学了我们的理论拿出来说 但是也不能认 不然的话就显得自己水平低 就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好东西 都在我们的正式教学和服务当中 甚至因为有盗版 正式课程中都会有一部分东西是不说的 很重要的部分 所有拿出来说的东西都几乎是我们淘汰了 甚至边边角角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的免费宣传 看我们的盗版课你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其次哪怕知道我们对 也要骂我们不对 不然所有人都跟我们学了 哪怕我们研究的对 也一定要说我们不对 不然大家都跟我们学了 董雨晖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冤枉你的比你自己都知道你有多冤枉 所以这也是宗教思维 除了我对 其他的都是伪神 都是撒旦 我们在国内就被很多传统武术界的朋友们认为是撒旦 但是放心吧 每一个正经做事的 他总会经历这一步 所以我们会说我们这个频道 哪怕是过了几百年 也会有人扒出来来看 因为我们做武术的研究 不是为了一时 我们力争是建立一个系统 哪怕一百年之后我人没了 很多武术的爱好者 根据我们的正式课程 根据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 根据我们学员的一些指导 依然能够把东西原模原样的练习出来 第三一个道点的话 内加拳哪怕你练对了 你也是有枪不会开 内加拳特别是行翼才一八卦 它是为了练出来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力方式 其中抛出去撞击对手 摧根 哪怕你练对了 你发力很科学 但是你由于你没有打斗的基础 你也不会用 就如同你手里有一把很好的枪 你不会开枪 你都不知道把保险打开 有格斗基础 有外加拳基础的 拿来这把枪 放下保险 它打起来就很猛 但是你没有格斗基础 你拿过枪来 你都不知道怎么上膛 不知道怎么装子弹 所以内加拳说实话 它的训练适用于提高 并不适合入门 所以自古到尽 内加拳的高手 你仔细数数吧 很少有纯练内加拳的 都是内外结合 例如行义群的八大弟子 八卦掌董海川先生的八大弟子 程廷华先生是练摔跤的 还有一些前辈是练弹腿 披挂通辈的 所以内加拳最核心的一个改变 就是对你发力方式的一种改变 养成这样的一种协调性 而且能够速成 所以当你掌握了这种协调性之后 自然是大量的实战 增加自己的对抗经验 你会变得更厉害 这也就是到了赵道新前辈 在设计新会长的时候 想要提高下肢爆发力 安排这样一些训练流程的过程 外加拳现在看完全不用我们发展 有各个无效的承担 他们发展的已经足够的好了 而内加拳目前来看 实际上建立它的系统标准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记得我们有很多的免费课和低价课 跟我们索要 记得关注我们